因为受到美国货柜废钢原料价格回跌的影响 以及要因应南部钢筋市场杀价竞争 风新开出的本周内销盘价为平低盘 其中钢筋产品每公顿调降200块钱 跌幅大概是1%左右 其余的废钢和行钢产品是维持平盘 期望能够激励市场买期